中国因应立陶苑 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关系恶化 据报有德国公司遭到中国施压 要求停止采用立陶苑生产的零部件 中方否认 路透社报道 被施压的是德国汽车轮胎 和零件製造商马牌集团 并引述消息说 德国一些汽车和农业集团 也都面对同样问题 奥宏委员会表示 正是收集有关资讯 一旦发现北京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证据 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投诉 在北京 外交部否认向跨国企业施压 逼使他们不要使用立陶苑的产品 但表示德式有中国企业 不再是立陶苑为值得信乃的伙伴 立陶苑应该自我反省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 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 并非地缘战略 也都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 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 表示一带一路从来不是地缘战略 而是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更加没有制造债务陷阱 而是实现互利互为的机遇之路 一带一路也都不会破坏环境 而是低碳环保的绿色之路 他又表示 最近一些国家提出新的基础设施 国际合作倡议 和区域经济框架协议 好和不好 关键要看是否坚持发展优先 开放包容和互利互赢 如果人为各列各国联系 和产业链供应链 搞排他性的小集团 搞政治对抗 显然违背历史潮流 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跟着内地的新冠病毒疫情 累计确诊超过10万宗 而昨日新增125宗确诊 其中本土的病例是89宗 浙江占最多有77宗 集中在兆兴 陕西有7宗 广东2宗 内蒙古、上海、福建各1宗 境外输入病例有36宗 香港制类的有12,513宗 明天是立法会缓届选举投票日 政制禁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说 有2万2千个新村内地的香港选民 登记在三个口岸票站投票 有大概7成左右都在广东省以来 例如3成有6、7千人 他们其实目前身处在内地其他省市自治区 我们看到有福建、上海、北京 甚至远到东北、内蒙都有 所以这些选民要经过那天这么长途拔洩 我觉得这个真是很有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坚持回来香港投票 我觉得很感动 他说三个口岸票站不会有公众监票 但为了确保点票过程公平公正 会安排联署人员在三个口岸全程监察 港台也会直播点票过程 他强调当局没有为投票率定下特定指标 呼吁市民踊跃投票 选出真正外国外港家立法会议员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说 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并不是地缘战略 也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 星期五在北京 视像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咨询委员会会议 说今年是国家主席 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八周年 也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平凡的一年 既是为全球打击新冠疫情等注入新动力 也为各国家强合作 复苏经济提供新的支撑 华毅强调一带一路从来都不是地缘战略 而是促进共同发展发明的发展之路 也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 而是实现互利互卫的机遇之路 中方愿意和所有的合作伙伴 打造更多为及民生的合作项目 对于有利各国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合作倡议 中方都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 也都愿意和各国共同维护 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 并且协助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事业 王毅又提到最近一些国家 提出新的基础设施 国际合作倡议 和区域经济框架协议 中方认为好和不好 关键要看是否坚持发展优先 开放包容和互利互赢 如果人为各列各国联系 和产业链供应链 搞排他性的小集团 搞政治对抗 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 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无线电视记者来尽量报道 国家商务部说 对美国近期推出对华 经贸制裁措施的霸凌做法 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美国参议院早前通过法案 限制新疆产品进口 当局也都再将几十家的中国企业 列入黑名单 在北京 商务部发言人说 美方打住所谓人权旗号 凭空涅造理由 多次滥用出口管制 投资限制 禁止涉甘产品进口等措施 持续打压中国有关实体 为两国企业正常经贸合作设限 这些政治操弄破坏市场原则 违背世贸组织规则和经济规则 中方将会采取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说 就和内地通关 当局很快会有好消息公布 双方都很紧密地 積極地进行对接工作 现在条件是具备的 现在的细节那方面 就要进一步大家去敲定 我相信如果不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下 应该很快会有好消息给大家 另外对于有团体和政党要求 预留至少一半通关名额预印书等 有迫切需要的非公商务人士 政府发稿说 明白市民长时间未能够免检疫前往内地 影响了两地人员的交往和生活 政府在处理配额方面 会作综合性通盘考虑 内地新增89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 大部分个案集中在浙江 其中肖兴69宗 杭州宁波各4宗 在广东东东莞大浪镇有2宗新增个案 东局公布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排序的结果 大浪镇出现的疫情和外省疫情有关 都是属于Delta变种新冠病毒 而真相个案都是属于同一个传播链 病人都是在密闭的空间受到感染 为了防疫管控 大浪镇8处地方 星期四起已经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台湾举行4项公民投票 预计夜晚10点前有结果 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到下午4点 随即进行开票 四项公投分别是 是否同意禁止含瘦肉精的猪肉来台 是否同意重新启动第四核电厂 是否同意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迁离桃源祖焦海岸 以及是否同意将公民投票和大型选举合办 四项公投都和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 推动的贸易、能源政策和选制变更有关 蓝营呼吁选民对民进党投不信任票 绿营就号召民送用选票守护台湾 根据公投法 如果同意票较多 而同意票超过合资格选民总数的四分一 公投案就会获得通过 以今次选民总数来计算 最低门槛是大约495万6千票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说 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并非地缘战略 亦都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证 国务委员兼外长黄毅 星期五在北京 时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资讯委员会会议 说今年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八周年 亦都是共建一带一路不平凡的一年 既是为全球打击新冠疫情等注入新动力 亦都是各国加强合作 复苏经济提供新的支撑 华毅强调一带一路从来都不是地缘战略 而是促进共同发展发明的发展之路 亦都没有制造所谓的债务陷阱 而是实现互利互为的机遇之路 中方愿意和所有的合作伙伴 打造更多为及民生的合作项目 对于所有真正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 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 彌生改善 社会进步的合作倡议 中方都持欢迎和开放的态度 王毅又提到最近一些国家提出新的基础设施 国际合作倡议 和区域经济框架协议 中方认为好和不好 关键要看是否坚持发展优先 开放包容和互利互赢 如果人为各列各国联系 同产业链供应链 搞排他性的小集团 搞政治对抗 显然是违背历史潮流 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无线电视记者来尽量报答 又是北京做事或者读书的港人 专程提前飞到深圳 准备到口岸票站投票 有着北京记者梁卓恩报答 北京飞深圳 计票 看看试 作为手头族的David 现在在北京读大学三年班 知道当局将会在口岸设票站之后 他和几个朋友决定一起飞去深圳 在口岸票站投票 因为担心航班又或者疫情出现变数 他们早在选举前两天已经提前出发 在深圳David也会和差不多一年未见的家人相聚 虽然机票要近一千八百元人民币 但他也觉得值得 其实今次是我第一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 是一种比较切实的 觉得自己的所谓福利是掌握自己手里自己的选择 会有一种比较奇妙的感觉 第一次投票 David又会用什么准则去选择候选人呢 我就希望那些候选人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去发挥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带给选区的市民香港市民这么多的利益 同一日出发去深圳的还有在京港人Jeff 他说考虑到变种病毒Omicron近日在内地出现 除了投票都会尽量避免其他不必要的外出 都是会有这样的风险的担心的 可能去到投票 回来 因为北京的话是14加7再加7 可能都要去隔离28日 但是如果真的想去进行这个公民责任的话 有些风险是需要去承监的 尽量我的行程就会比较沉默性一点 就是不会与外界有太多的接触 包括在酒店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场所 吃饭、餐厅 我都会去注意 由于David和Jeff因为工作关系要长居内地 他们期望当局能够借今次经验 之后投票日也都能够在内地尝试票站 为他们提供便利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音不道